因为之前第一次接触雪的时候 确实是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一个狗姿势 所以对划雪还是有一点恐惧 到上去划了几次之后 慢慢觉得好玩 是真的好玩 然后划着划着说到点了 就结束了 所以说当天其实没划够的 但是机会还多 我准备回去之后 去雪场划一划 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喜欢上了双版 因为自己确实胆子有点小 但是有了这个开始 觉得以后一定要多多来 多多尝试 最大的收获就是 体验了穿着古装 然后滑雪 还要表演一个剧情内容 完成了我今年要滑雪的梦想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让带动更多的人 能参与进去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运动项目 那我们希望 我们不是仅仅是个口号 那这个事情 希望更多的人 能喜欢上不同的运动 能喜欢上运动 我们要好好考虑 这种当题也好 我们要留意 好吧 我们要留意 妳可以